這裡也加一台 GoPro 那我們現在 要關燈 即將開始 走吧 我們今天燈要關掉 好 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今天在這個浴室 因為我今天要挑戰的都市傳說 必須要在浴室裡面進行 這個都市傳說的名字叫做 櫃奶店 有關法非常的簡單 首先要先把浴室以外的燈全部關起來 就剛剛影片最開始的時候 我把燈都關掉了 給你們看我現在外面GoPro的狀況 對 這是現場直播 其實真的在浴室的外面門口 殺上一個把 先把浴室的燈關掉 在關上之前我現在點蠟燭 這些浴室都好了之後呢 要用一個有利的東西 堵上浴室的門 那我就用這個東西 堵上浴室的門 把浴室做浴室的門 把浴室做浴室的門 最後一個步驟 拨打架一個室內電話 那我拨了電話之後 會有四個狀況發生 第一種狀況 電話突然被切斷 表示儀式沒有成功 允許重播一次 若結果相同 請立即停止儀式 第二種狀況 電話持續響鈴 若響20秒以上 允許重播一次 若結果相同 請立即停止儀式 第三種狀況 水面突然有變化 或屋內傳出噪音 若此狀況發生 馬上衝馬桶 尋找噪音的來源 在該處灑上鹽巴 並立即停止儀式 第四種狀況 電話被截起 此狀況發生的話 恭喜你 表示儀式成功 但請馬上掛斷電話 並立即開啟所有燈 從此以後接電話時 小心點 第一通 在外面的地方在響 在外面的地方在響 沒有解 那我們現在 撥得來電話頭 我們現在 撥得來電話頭 嗯 啊 啊 啊 是 請問 過 還是 不正常 是 不正常 但 不正常 不正常 平靜都沒有什麼變化 好看來是沒有什麼事 那我們去來外面攝影機 有沒有拍到什麼吧 我們在那邊目前是 做得完全被忘了什麼感覺 就是我家故意指教我們接電話而已 好 走吧 走之前呢 我要講一下 結束的意思就是 把浴室的燈打開 所有房門的燈打開 如果有事情發生的話 那他們說以後接電話小心一點 那我們走吧 你是不是在幹嘛 等一下 欸 地板 有一個衣服 我記得沒有在這裡 他應該是在這裡 所以大家可以看 這個攝影機 有沒有錄到這個衣服 為什麼會在這裡 因為也不可能是他 不可能是他弄的 看起來電話這裡應該沒有什麼衣裝 很正常 不知道 I mean 你知道有什麼衣服會掉嗎 應該不知道 這個衣服 為什麼 剛剛會在這裡 我們等一下回去看一下 CAMERA 搞不好有錄到 搞不好沒有 我不知道 後續趕緊見 掰 這啊 又是我們後續趕緊的時間啦 剛剛影片前面 衣服掉在地上這件事情 這一次我是不會想去分析他了 因為有看我之前影片的人 應該都知道 每次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想去找出他的真相 去分析他 但最後我發現 真相有百百種 這些東西 到底是巧合 到底是靈衣 又或者是很多人也好奇 這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鬼 這種東西 那 我就只代表我自己 對就是 我自己玩了這麼多都市傳說下來 然後我的經歷 我覺得 這個世界上 真的有那種 沒辦法解釋的東西 這個就是 只是我覺得而已 不代表說真的有 或許沒有 因為我也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 為了是法師 可能有人會問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 每一次我拍都市傳說的時候 總會覺得 有一些很奇怪的體驗 比如說 那時候蠟燭會掉 或是就像剛剛 衣服突然掉了 真的說不上來 是為什麼 甚至是說 我拍完都市傳說的隔天 特別的累 精神有點耗弱這樣子 那這些點 我會想要再獨立拍一部影片出來 跟你們分享 今天就不講那麼詳細了 這個時候應該就有人 好奇 為什麼這麼多負面的狀態 你還要拍都市傳說 有三個點 是讓我想繼續拍下去的原因 第一個點呢 畢竟這些都市傳說 我沒有把它拍攝下來 我自己玩 我自己去體驗的話 我只能用言語傳達給你們 但是我覺得 用言語 沒有辦法傳達出 我完全所感受到的事情 所以我會偏向 用拍攝的手法 帶著你們 以及體會我的冒險 你們大家也會在下面留言 幫我分析 感覺到什麼什麼 可以分析給你們聽 彼此交流一些 探索匯之的事情 我就是很樂在其中 這個過程 這是第一點 是我蠻enjoy在其中的 第二點呢 是我蠻鼓勵你們大家的 我一開始拍 第一部都市傳說的時候 前線內部 連半夜的時候 去剪輯這個影片 剪一剪我自己都會發毛 但是玩到了現在 膽量變得大很多了 真的是很多東西 是可以去訓練的 所以我非常鼓勵大家 可以多練習一些 自己不擅長 不喜歡的事情 你常去做它 可以得到一些意外的收穫 最後一點呢 這一點很多人 應該會覺得是屁話 可是我覺得這一點 也是我最重視的一點 就是我既然是 是以都市傳說起家的 我就不會忘本 都市傳說才造就了 今天的王狗 我始終對都市傳說 抱有一種感激革命的情感 因為全自發也是 我答應你們的一個目標 我能夠一直抱一玩 都市傳說的熱情 我覺得一切都是 因為你們的支持 就是我的動力 而且有一個東西 我想的很遠 我今天做都市傳說 我真的全自發 我七八十歲的時候 我的孫子那時候問我說 欸爺爺 你知道都市傳說 這個東西嗎 那我那時候可以 就淺淺的笑一下 那個笑 是很意義深遠的笑 我覺得這個成就感 是一輩子都換不來的 這些也是我 長期這樣 玩下來的體悟 今天的影片大概就這樣啦 那如果喜歡我這個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也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祝大家年節快樂 Bye